兩名男子抄起球棒 抄店門口狠狠砸過去 二煞狂揮棒把門打掉 強行破門闖進去 店裡的桌遊全毀 一名女子嚇壞 躲在牆角狂尖叫 二煞邊砸還邊狡髒話 不放過繼續砸 還記得要叫客人趕快離開 二煞不甩尖叫聲 把店砸得稀巴爛 還自拍影片PO上網挑釁 事發在3號早上嘉義蒲子 居然是因為夫妻糾紛 丈夫落狼組成球棒隊 衝到妻子工作的店家 砸電報復 我們是看到警察來了 我們也不知道 他會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菜男夥童兩名友人 自妻子工作 店家毀損物品泄憤 動手的三明二煞 已被鎖定店家被毀的 面目全非玻璃碎光光 感情糾紛玩得這樣 落狼暴力砸電 嚇得人狂尖叫 可得為一時衝動付出代價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以報告 部門